同样在淡边推示亭 一名未成年少年涉嫌强奸年仅14岁的亲妹妹 今天被提控上庭时俯首认罪 根据控状 17岁少年被控在今年2月6号下午4点左右 在淡边金马市一间住家 强奸年仅14岁的亲妹妹 根据被告的宗教习俗和习俗法律 被告与受害者的关系不允许结婚 被告的行为抵触刑事法典376-3强奸条文 一旦罪成 可面对不少过8年 不超过30年的监禁 以及鞭斥不少过10项 被告在没有代表律师的情况下 向法庭承认有罪 推示基于受害者的检验报告还没出炉 将案件定在5月27号过堂 才做出判决 法庭允许被告以1000令吉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释外出 但是担保人只能是被告的母亲或父亲 夫妻 你们 Must Plan 尽码 嗨 你 你 除永 中 ança 咯